男人正在家里玩cosplay 朋友突然闯了进来 他害羞地躲进了浴缸 慌乱中按下了手中的红色按钮 男人瞬间变成了蚂蚁大小 浴缸也变成了大峡谷 他正考虑怎么逃出去 朋友走了进来 打开水龙头准备放水洗澡 巨大的水流如同洪水猛兽 男人没跑两步就被卷入水流 随后一个巨浪就把他拍出了浴缸 刚爬起来还没站稳 朋友的皮带扣就掉了下来 男人被震飞到了下水道 一路跌跌撞撞然后穿透了潮湿的墙皮 楼下是一家酒吧 他正好落在一张碟片上 离心力又将他甩进了五尺里 五尺里的男男女女蹦得正欢 稍不注意自己就会被踩成肉泥 他只能在斜面上蹦跌 却被人一脚踢下通风管 刚从一片地毯上站起来 又被一台吸尘器吸了进去 男人像一颗子弹一样钻了出来 躲进了墙缝之中 结果旁边巨大的老鼠吓得他撒腿就跑 一看前方有一个老鼠家 他一跃跳了上去 老鼠家的弹力把男人弹到了大街上 把路边的一辆汽车砸了个坑 他这才恢复正常大小 男人心想 cosplay真不是什么人都能玩的 说什么也要把衣服退回去 他翻越围墙把衣服放在了一间屋子里 刚刚翻出来就被警察抓个正着 原来这件衣服是他偷的 不久前 男人才刚刚出狱 好不容易找个快餐店的工作 结果被老板发现了他的这段黑历史 于是男人被开除了 失去工作的他支付不起孩子的抚养费 还要被前妻的丈夫羞辱一番 正在这时 朋友告诉他 一个富豪的地下室藏着巨大的保险箱 里面一定装着很值钱的东西 而富豪恰好要出门一周 于是男人决定重操就业 带着装备就进入了富豪家 首先他拿出自制设备 解除了房间内的警报 然后在桌上发现了地下室的钥匙 但很快他发现钥匙不过是个摆设 真正的钥匙是富豪的指纹 不过这也难不倒他了 男人找到一卷胶带 用他提取了把手上的指纹 再把钥匙环放在胶带上 倒上树枝稍稍加热 没一会儿指纹钥匙就做好了 男人顺利地打开了门 然而让他没想到的是里面还有一道门 并且这扇门更加结实 用的材料和泰坦尼克号一样 在外面接应的同事以为行动要凉了 但男人却不慌不忙拿出设备 开始给门上钻口 然后依次往门里注入水和液氮 很快里面的水结成冰迅速膨胀 整个门变形倒了下来 就在他们以为自己都发财了 男人发现整个房间竟然只有一件衣服 男人因为偷衣服被捕入狱 正在思考人生的他 发现地上出现几只蚂蚁 他们正拖着一件迷你衣服来到男人面前 突然衣服变大 这不正是那件可以把人缩小的战袍吗 男人很快穿戴整齐 一名玉紧扭头一看 他的牢房已经空无一人 而男人已经变成蚂蚁大小逃了出来 不但如此 警局外一只飞蚁给他提供了空中支援 男人骑上飞蚁 这才躲过了警车的追捕 原来救出自己的人 正是蚁人战袍的拥有者博士 博士希望他帮助自己完成一项任务 去自己的学生光头哥那里 偷出黄蜂战衣 并摧毁所有的实验数据 因为黄蜂战衣同样可以把人变小 而光头哥打算把这项技术应用于军事 一旦计划实施 这将给世界带来灾难 博士希望他成为一个英雄 这样就会被前妻和女儿刮目相看 这正是男人此刻想要的 于是他开始刻苦训练 首先是控制力 他需要在奔跑中变小 穿过腰式孔后再恢复正常大小 可是身为新手的他常常撞的头破穴 然后是战斗力 他只需要打败博士的女儿就能过关 男人说这还不so easy 结果却被女人打得鼻青脸肿 第三项是指挥能力 他需要学会指挥蚂蚁为自己服务 男人缩小后进入蚁穴 却被一只蚂蚁扑倒 然后成百上千只蚂蚁将它包围 博士还给他研发了一款武器 红蓝飞镖 红色是缩小 蓝色是放大 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 男人终于掌握了这几项能力 到了检验学习成果的时候了 博士给他安排了一项秘密潜入的毕业考试 男人需要去一处废旧仓库 取回博士之前研发的设备 结果到了地方才发现 这里早已被改造成了秘密基地 男人一落地就被猎鹰发现了 他赶忙做了自我介绍 说自己是蚁人 是你的粉丝 可是猎鹰却不吃这一套 说什么都要将他拘捕 蚁人只好一拳将他打飞 并趁机逃跑 可是没跑多远 就被空中的猎鹰发现 蚁人只能选择正面迎战 他时而变大时而缩小 和猎鹰打斗起来 蚁人凭借缩小优势钻进了他的背包里面 在他的大肆破坏之下 猎鹰很快就飞不起来了 并且连鹰岩也不管用了 就这样蚁人成功拿到了博士的设备 赢得了这次考试的满分 博士也放心地把终极任务交给了他 蚁人乘坐蚂蚁船顺着管道激流涌进 从水龙头里出来又进入了通风管道 很顺利地进入了实验机房 蚁人控制蚂蚁爬上电路板 瞬间释放的电流让所有的服务器当机 实验数据就此销毁 紧接着蚁人赶去偷黄蜂战衣 可是外面接应的同伴正在跟警察纠缠 黄蜂战衣周围的机关网还没有被关闭 但是时间已经来不及了 蚁人只能冒险跳了下去 好在同伴在最后一刻按下了关闭的按钮 就在蚁人即将拿到战衣的那一刻 战衣居然落了下去 原来光头哥早已洞察了一切 不但把蚁人关在了里面 还劫持了博士 蚁人灵机一动 甩出手里的蓝色飞镖 玻璃舱瞬间爆裂 蚁人用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击倒了所有手下 可是博士还是不幸中担 光头哥趁机逃出大厦登上飞机 本以为飞到天上会安全一些吧 结果蚁人也跟了上来 光头哥不管不顾的一顿乱射 并且一巴掌差点把蚁人打下飞机 还好蚁人瞬间变大抓住了绳子 可是等他抬头一看 发现光头哥已经穿上了黄蜂战衣 而且他的触角还能发射威力巨大的激光炮 两人望我的战斗可苦了飞行员 飞机也在空中摇摇欲坠 接着两人都被关进了保险箱 在保险箱里你来我往的互相攻击 最终保险箱掉在了一户人家的泳池中 光头哥破箱而出 他正打算对这家人痛下杀手 蚁人将他一把推开 光头哥缩小后再次发动攻击 蚁人抄起手边的乒乓球拍 将他拍在了灭文灯上 很快警察赶到 不由分说地将他电晕 准备将他带回警局盘问 正在这时 蚁人的女儿被绑架了 原来光头哥并没有被灭文灯消灭 等到蚁人赶到 甩出一个红色飞镖将他变小 两人进入了玩具沙盘展开激战 面对光头哥的激光炮 蚁人召唤出众多蚂蚁前来应战 可是激光炮属实厉害 蚁人只能四处逃命 他想用蓝色飞镖将光头哥变大 可是一枚落在了蚂蚁身上 一枚落在了玩具上面 蚁人只能用最后一招 将自己缩小到分子机 进入光头哥内部消灭他 可是一旦实施将无法逆转 但为了女儿 他义无反顾地转动了调整器 进入黄蜂战役的内部后 他大肆破坏 战役很快失去作用 并变成了一粒尘埃 而蚁人也在尘埃中迷失了方向 他按动按钮果然已经没有了作用 在不断缩小中 他仿佛进入了茫茫宇宙 这时他突然发现 手中还有一个放大飞镖 他试着将飞镖放进调整器 转动一下再按下按钮 此时凭空出现了一个时空隧道 蚁人竟然重新回到了正常世界 蚁人在漫威英雄中存在感很低 因为他并没有被塑造成 拯救世界的大英雄 更像是拯救女儿 拯救家庭的平凡人 而这种贴近生活的设定 让超级英雄的形象更加温暖